谈谈大市的情况 你刚才提到 因为科网股也比较弱 看到恒指 接下来也不太乐观 上星期五跌了400点 守住在250天天线上 但是期指再跌200点之后 去到27000点的边缘 跌穿250天线 星期四期指结算日 大市预期就会比较波动 加上有刚才说过 科网股和教育股 不同的政策 就困扰着这方面的股份 你觉得恒指去到 譬如以250天线来说 那个支持力度大不大 其实现在你去到这个位置 我想恒指的走势 其实就是向下的支持力 甚至乎27000关 其实都不是太大的 但是就说究竟穿了 很简单的 一点两点就穿了 穿了之后 能不能够站稳一点 其实你上七月份 其实已经两次穿过 但是当日立刻就带上去 但是大家看今次穿下去 去收市 是否究竟27000关流上 还是27000关流下 如果真的27000关收市 都会站不穿呢 那走势真是 其实再向下一个阶梯了 其实你看到七月份 恒指的波动 我都说是一个横格局 对下就真正是27000点 对上27700至今 有7900左右的 所以其实这个下限区域 再向下发展的话 其实可能又成为 另一个新的向下的轨道 所以你看一下 今天或者是星期初 其实挺关键的 就是说这个27000点 究竟能不能够站得稳 如果站得稳 我觉得暂时 可能都会在刚才所说 可能继续在27000点 26000甚至26500是下的关口 就是刚才听你的口吻 都觉得偏弱的情况 偏弱的 因为其实你看到近期 恒指的走势 甚至乎你说了整天的七月份 其实恒指很难找到 是可以连升几天 通常你升两天 顶空气 根本恒指你看到图 其实连日升势走势 都不出大概两三天 可能又完结又跌下去 升一天又跌一天 所以其实就 还有也见有反弹 就没有升幅的 那个气氛始终比较弱 因为其实刚才 你刚刚开始就说到 其实近期内地的政策 就频频出台了 出得还要很 就是很令市场惊气 就是突然间 比较重手一点 比较重手一点 所以其实你看到 在这样的气氛之下 我想觉得市场的投资者 一定不会说很放心地 可以了 见底了 进一波就买回来 我想机会比较小一点 还有你也要留意近期 就是美股不停創新高 但是国际资讯不停向下 现在都一厘二厘 美国十年期债 业资息 美元也都比较强小的 现在美股资数到九十多 其实可能这个情况之下 对相对港股来说 可能其实也是一个不利点的因素 所以这个可能 你看到近期的资金 其实可能会去一些 比较防守性高的行业当中 所以其实这个势头是首试 至少我说 你说真的要再重复上去 再重复上二万八 至目前为止是比较难 至乎 screening 一切有口 两切有口 这是一迸 你看这发生ichiScript 我有点买 flavor 跟合作团的